学习生活在西方的小伙伴们 一年一度的万圣节又要来临了 大家准备好装神弄鬼了吗 相传在古西欧 卡尔特人相信十月的最后一天是夏天的终结 冬天的开始 也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标志 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称其为死人之日或者鬼节 这一天各种恶鬼出没 死去人们的灵魂也会离开阴间 在世间游走 这天晚上也就格外危险 为了吓走邪恶的鬼魂 卡尔特人会戴上面具 所以通常万圣夜的主题是鬼怪 吓人 以及死亡 阴阳 魔法 怪物有关的事物 比如有南瓜 鬼魂 石狮鬼 女巫 蝙蝠 黑猫 猫头鹰 精灵 僵尸 骷髅和恶魔等 还有虚构的人物 像吸血鬼或者科学怪人 而黑色和橙色 也是万圣节的传统颜色 秋天的元素像南瓜和稻草人等 也成为了万圣节的象征 当然万圣节最广为人知的象征物 则是南瓜灯 不少家庭会在南瓜上 刻上吓人的面容 并放在大门口的阶梯上 意在驱走恶魔和妖怪 不过以上的这些项目 对于晚上来讲都是小儿科 万圣节真正刺激的 当属尖叫不断的鬼屋 与阴森恐怖的小镇了 而US News就为我们盘点了全美11个 最具万圣节风情 也就是最爱闹鬼的地方 用于庆祝这一年一度的万圣节 今天TV军就给大家挑出来几个 供大家盛装前往找刺激 那么第一名当属女巫镇Salem 这个位于波士顿以北25英里的地方 听名字都让人寒毛竖气 但却成为了美国人万圣节最爱去的地方 Salem之所以叫女巫镇 是因为在17世纪 这里曾经发生有名的女巫审判案 在1692年 Salem小镇上很多年轻的少女 都得了一种怪病 一直胡言乱语并出现幻觉 当时镇上就传出是因为有女巫做法 被抓的一名疑似女巫 在言行逼供下招供了许多无辜的人 当年这次女巫审判 连累了一百多人无辜被绞死 却在第二年就被翻案 而当时小镇上只有1500人口 后来这里变成了著名的观光景点 到处坐落着女巫博物馆 和以女巫为主题的商铺 同时试想 有了这种历史渊源 加小镇风情 那可不是天天都过万圣节吗 第二名则造福了西部的朋友 位于南加州的布安娜 Park 是为万圣节而存在的地方 比起环球影城 以及迪士尼乐园千篇一律的万圣节大party 诺市江国农场 Notsbury Farm 则40年来始终为大家精心准备万圣节的作死之地 作为全美最大的万圣节活动 除了标配的鬼屋之外 更有融入高科技的交互式僵尸体验活动 以及鬼魂迷宫游戏在等着你 第三名TV君觉得当属密苏里的圣路易斯 这是一个用整座城市来庆祝万圣节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里有着适合老中青幼各个年龄层的万圣节庆祝活动 届时圣路易斯动物园将会被布置成为万圣节专场 甘草堆南瓜山各种幽灵吸血鬼 伴你度过最为后悔去却真香的万圣节之夜 好了小伙伴们 万圣节想好去哪儿了吗 什么 哪儿都不去待在家 待在家以为能躲过一劫吗 TV君只能提醒你 准备好糖果巧克力 否则你家可能就会被一群牵来 Trick or Treat的熊孩子给拆掉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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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